死亡率是不會很高 但是疫情就沒有辦法控制 很危險啊 很危險啊 好像十一月中嘛 現在紐約非常非常嚴重 紐約是非常非常嚴重 那時候我們也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疫苗是進口的 你看這個不要死 不要被你拿到處灌整個中國人 對啊 但是也要避免跟老外直接接觸 我現在就很怕 我就跟老闆說我今天不上班了 我不上了 哪裡能上 剛才政府發短信給我 好那你聽我請教你 這一次也因為有些新冠狀病毒它沒有疫苗 使得現在社會大眾有一個感覺 有疫苗的病毒的疫苗真珍貴 對啊 就是說它至少幫助你有了一個可能的抗議 對啊 當你失去的時候你才會珍惜它 你這個蠻有責任的話 當你沒有的時候 已經家裡買了一盒這種的口罩了 已經有的資源 到時候我們一天一個人一個 我來電話 謝謝我來電話 聽聽聽聽 喂 喂 你怎麼一百的菜 我沒有在哪裡去的 喔 最好難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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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開到哪個呢 呃 我沒錯到啦 我沒錯到啦 這大概等一下 噢 我可以看到這個 沒開到哪個廣告 你大一點 我沒給你下去吧 小心而已嘛 是你過來啦 有在哪裡 噢 今天 今天晚上的晚上啊 救護車,警車,然後火戰場的車都沒有停了 我就看他跑來跑去,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老外真的是不要命啊 老外不命啊,這個時候還路上去跑步 哇,還一大群人去跑步 很開心啊,不用上班啊 那當作一個節日啊,你知道啊 對疫情很多疾病,但是有很多人就是 很激烈去反對他的疫苗的使用 人用男人都哭了 牽著到陰謀論說什麼,你獨立產生啊 或者說推管疫苗 那我本身是台灣疫苗追蹤協會的理事長 我們做這個工作就是很久了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繼續做這件事 因為這個對我們一般民眾的認知很重要 你看齁,我們現在最近像那個HPV 以前俗稱子宮頂癌疫苗 子宮頂癌的那個疫苗嗎 對,他在國外面臨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他反疫苗團體一直在攻擊他 攻擊他就是他把那些 可能是沒有疫苗關係的案例把它拿出來 還有那個日本痛痛女孩的案例把它拿出來 事實上日本那個痛痛女孩根本就是暈症而已啊 很多什麼打了疫苗以後發現猝死 那是因為有腫瘤什麼猝死跟疫苗無關 所以很多就是... 人家說打疫苗之後會生病很嚴重啊發燒啊 我那天打完之後渾身不舒服啊 但是也就一天啊 日本歐美國家都在流行麻疹 是不是 那又怎麼樣 一天嘛 打完了正常反應嘛 就不打了 台灣呢 台灣就相對比較好 雖然我們還是有一些反應 老外真的是不要命啊 這個時候還講 我們持續的去推廣這個觀念 我寧可開車裡面的空調 我也不開窗 因為他這個有過濾的 他很少會去支疫苗的無限性 所以大家都在燒麻疹 但是我們一直都是 沒有流行起來 因為我們有非常高的... 我政府打扮怎麼樣 這個是... 對我們的疫苗健康很高的事情 現在這個新冠...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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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戴個眼鏡 人家就覺得好欺負了 戴個墨鏡 人家就感覺不敢欺負了 為什麼 剛才... 有老外一直按我喇叭 在我旁邊按我喇叭 我也沒去看他 因為... 現在不管他是... 是友善啦 還是... 無益的齁 還是他媽想要故意的 都不要去看左右兩邊 開車就是看前面 萬一他跟你... 訴終止啊 他朝你丟什麼東西 他媽你看過去啦 完蛋了 對不對 這是個人經驗 我開車的個人經驗 因為你... 看左邊看右邊 就把人家惹怒了 你不要看 就是看前面 媽的... 他按你喇叭 你也不要屌他 他跟你訴終止 不要去屌他 我現在口袋沒有槍 我要是在德州 你他媽屌我 你... 他敢槍拿出來 我也拿出來 是不是 要完全選 要避免眼神接觸 還好我們家現在住在這裡面 這兩個疫苗 有沒有效呢 當然不太有效啦 因為你這個疫苗不可能會... 流感疫苗不可能會... 老闆剛才把工資付給我了 但是可能會有一點點... 我有拿了500多 因為我們知道說病毒感染很厲害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併發 激發性的心理感染 一開始是新冠病毒攻進去 破壞你的肺戰 然後我們... 鼻炎部本來就會有的 那個肺內囚禁住 趁機作怪 發展成細菌性肺炎 好多地方關門啊 是有的 但是... 目前的資料看起來... 老闆有的沒關啊 有的很多都關 他有5%的那個新冠病毒 重症病患 他是有併發細菌感染 他是可以預防那一部分 不過我想很重要的另外一點是 你打了這個流感疫苗 跟肺內囚禁疫苗以後 你就比較少有機會會得到肺炎 或者是你比較少會發燒 啊你現在一發燒 在風聲鶴唳的時候 有的時候可能就被關起來 然後做一個鼻炎採檢 這個新冠病毒 你如果打這個流感疫苗的話 你不會得到流感 你不會發燒 你就比較不會被造成困擾 防疫上面的困擾 你有可能是疑似病患 因為現在一有發燒 很多建築物都不能 一有咳嗽就所有人喔 建築物就不能進來 我就沒有辦法坐在這邊 有發燒的人不能坐這邊 因為你們都有發燒篩檢 你就不能去散 就會造成很多人 那被人家抓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疫情喔 事實上造成全世界的這個大混亂 那確實全球政治經濟產業 乃至於個人生命 公共衛生都面對很大的挑戰 川普已經接連兩天在推特上面 發文直接指這個病毒叫做中國病毒 然而與此同時 美國對不斷的舒複 今天最新進度每個人 操控最倒楣啦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片段 有的剛開啊 他們自己也不做 或是你會支援財政策 現在可以申請財政補助了 必要的時候我也去申請 然後我們會先談談 我認為我們要做些事 要把錢給他們快速 但這可能不算是正確的 因為有些人應該不會 賺錢給一千塊錢 我們會有什麼好想 我們會做些事 陳老師剛剛看到 白宮的防疫管制 這邊會新的政府要出貨 然後發現政府 不過您的觀察 這個每家現在的疫情 確實的政府要打爆炸的情況 真的不應該齁 最早的時候如果 他把它困住住了 大家都沒事 你用了多少天了 用太久了 其實已經髒了 就不要用了 沒有用 你知道嗎 我就沒用了 沒用了 哇 臭屎 沒有用了 封了兩公里 其實效果都有些 什麼叫做 封鎖線 其實如果你看那個病例 通常如果一個人 會產生兩個病例 一個病例才有病 通常我們都要封到 中維15公里左右 那現在封兩公里 就像在每月示範 我們可以看看效果是有些 但美國因為這樣子做的時候 其實川普就開始有點 上一次我們談到他要 美國的四大要產 談這個疫苗 那疫苗當然是 什麼事情 那美國現在其實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物 其實我認為 前期的最重要還是 因為疫苗 除了這個 除了減少接觸 然後減少它傳播的這個力量 疫苗才是關鍵 所以我這次股票買對了 所以其實老實講 它會造成重症 不要跑 蛤 不要跑 對 不跑 所以你現在如果說 你發展疫苗 其實有另外一個供應金 說不定我可能會 掙一萬美金 對 可是我 以小博大 兩千博一萬 它並不是這個 今天又漲了 我馬上 我們的資產就 要三千了 嗯 從一千九就跳到 跳到三千了 你看 今天要暴漲 連續三天暴漲 所以 美國在這個地方 所有股票都是跌的 就我那一支 在漲 你看看 糞毛麟角 它 使用檢查器 火鍋 還沒有檢查 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 它的大型 對 邊境封充是一個 它大型結合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它最新的說法 是十人以下的軍會 是啊 所以 所以我相信 它們會控制下來 到某一個程度 但是 這個流行還是不可能 它只有往後 你看 老外也戴口罩 沒什麼大金小怪 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等於要買這個時間 來發展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疫苗 那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覺得 就是說除了疫苗之外 我覺得抗病毒 也是可能是可以發展的 那這兩線 其實我是覺得 我並不覺得有衝突 那 因為我們 剛才我們講到一個 我們發現 就是說這支病毒 我們已經知道 十五歲以下很少 剛才我考慮一下 金優 你不要再去上班了 你不要再去了 明天如果要救你 你有餘的 你就拒絕了 不要去 真的不要去了 現在外面很危險 是等到已經快一百個了 你也不知道這個可能 家裡人怎麼樣 他自己怎麼樣 大家的數字 是十五歲 是啊 十五到十五 已經停工了 已經停工了 下午就停工了 沒辦法做了 太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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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抵抗力怎麼樣 蛤 你除了腰痛 抵抗力都很好 所以 但是 台灣之前如果 手到現在 其實我到現在 沒事 屬老虎的他媽命很硬 呵呵 又是這句話 臭 我還是覺得 又是這句話 臭 因為以前就是吃了這 吃了這句話的虧 是吧 啊 搞了個肺炎患者跟你一起住 其實他們肝炎 肝炎 肝炎啊 Fuck 他媽的 肝炎好像是通過唾沫闖破的 你看看 肺炎症 肺炎症 肺炎症也打了 流感疫苗也打了 其實是一個 其實美國很多國家可以做 已經全副武裝了 三針都打了 歐洲這 歐洲我們看到 為什麼他流行狀況很快 除了皮膚皺一點 其實他媽身體還是很健康 但一旦有很多重症出來 是不是很健康 應該是 應該是 這也是一個關鍵點 所以 所以重症 我們為什麼少 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這兩年突然 流感疫苗打得很過 去年流感疫苗打到將近 就快60% 這很高的 60% 接下來我每年都去打流感疫苗 我不會停的 每年9月底我就要去打 大不了難受一天 是不是 可能這些老人 他有打了之後 他可能某種程度 會不容易變很重症 對 你覺得有可能 我不敢這樣說 但是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非常高 因為你看到歐洲 其實這幾年 他的流感打得並不好 對 所以死的多 因為OECD這些國家 很貴啊 這個疫苗 其實老實講 我們都知道他疫苗 他們他們對這個疫苗的這個 他們很會生產疫苗 很會賣這個疫苗 可是他對自己國家 在在做這個疫苗政策的時候 其實真的把疫苗的那個疫苗接種 一定很強 那美國根本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他們絕對沒有這樣 台灣基本上 沒有啊 我們去年真的打得超高的 對 我們 我們去年真的打得超高的 你看到 打到最後都 都每個人都湧出來打 以前都沒有人來打 後來大家都來打 台灣在後 在上一波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對台灣來講 就是今天台灣 在這一波流行裡面 你看到我們老人 事實上我們看到老人感染 可是我們老人感染 先往最快來講 中了 一定要裝得非常嚴重 所以我覺得 他才會先考慮到你 而且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去過美國醫院我知道 那我們只要有研究去證明 那這個研究其實都不是難做 就是說他只要有病例 有對照 對照就是流感 他的病例就是這個 就是現在確診的新冠肺 去看看他打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流感 我們知道就是說過去 為什麼這個疫苗 非常重要 我們過去發現 這一流感死掉了 我們給他做很多的研究 很多人 台灣很多人做這個研究 很多都是沒打疫苗 OK 甚至你連看病毒藥 有時候都沒吃 就是流感有打疫苗的話 他可能肌變重的流感 他想會被輕症 是 沒錯 是這樣嗎 您不是 是啊 我們現在的流感同感 是我們一般的統計 發佈的就是 我們一般的統計 OK 就是95%的死亡案件 是沒有打過疫苗 沒有打疫苗 但是有打過疫苗的人 他就算不小心 還是得到流感 死亡率也減少 死亡率也減少 然後他可能引發重症的機率 也比較低 當然 所以為什麼都免費個50歲以上 跟這個小朋友打 OK 我們很多族群都可以免費到 包括醫護人員 50歲以上 高中以下 然後有潛在疾病的人 心目業者 還有照顧幼兒的人 其實我們的流感疫苗政策 是 我跟我老闆說打 他都不打 對 為什麼 因為發錢 因為我們這些專門 其實我們基關書 被留到的房子 蠻重視力 我們的疫苗政策 一直在亞洲市口大前端 這是我們的驕傲 好 這是疫苗基金快沒錢 對喔 是 我們疫苗政策跟疫苗在 因為是亞洲前端 但是基金金費快用光 這老是一直看不下去 好 看不下去 不是 不是 因為疫苗 我覺得另外一個研究 就是說 他要趕快去做這些 為什麼要加速 這個疫苗 你打了之後 嘿 Siri 打電話給老媽 請先解鎖 iPhone 正在撥打老媽的移動電話 我們那個錢的手術都交了 錢都交了 不是啊 資料材料都騎 都騎了 都騎了 你那個 你那個 ID 地址更改的也花了嗎 花了 你的啊 花了 錢也交了 我們也花了 嗯 他什麼時候回答 在哪裡 什麼時候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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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一兩週之內都可以 這些研究本來就應該趕快做 正式 你現在這樣子 你看他上面 我跟你講 他現在開始做 還要等疫苗 我們那個釣魚那個也是 沒辦法等疫苗 正式的 差不多也一樣 我們可以 沒人的地方 知道嗎 找個沒人的地方 太陽好的 去曬曬太陽 釣一釣 反正 避免跟人 與人直接接觸 你知道為什麼 中國大陸會得得這麼嚴重 這個這個大家都是小區啊 又是同一個電梯 那你一進去 完了 樓上一個住戶一得 他大便一衝 衝下去 所以這個就是 你大便也衝 衝下去 一整樓都他媽中 馬桶蓋沒蓋好 全中 這個大便 製造成 他媽媽 他媽媽 說難得得這個病呀 治好之後啊 那個小兄弟就廢了 他媽媽 當生狗就他媽媽可憐了 還沒結婚 廢了 這應該有什麼才有可能在這一個病毒破壞的陣營當中生存 馬拉茲港54是吧 我就是聽這個電臺他們在談論疫苗的時候 他輸出的那一家疫苗的名字 然後我把它記住了 然後我去買 那跟台灣一樣啊 跟健保支部一樣啊 那現在搞到今天這個程度 他就發現說需要帳配儲存的不是只有原油 你的口罩不夠 你的防護衣不夠 或者你的藥不夠 你就是完蛋了 你就到時候會買不到 不是說你花錢去買就有 現在誰要賣給你這些東西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對重整全球供應鏈的一個契機 就是大家會了解到說 不要每次都拿錢看所有的事情 當拿錢在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你很多產業根本不值得放你的國家裡面 可是一出事的時候你就死得很看 不過坦白講這個 疫苗遙不可及 好樂 不過藥物倒是有一些好的發展 第一個 中國大陸的深圳第三個民醫院啊 他做了一個法皮老鬼的本身的一個藥物試驗 80個個案收進來 那他發現說用到藥的跟用到對創組的假藥的那一組比較起來 他的轉陰性的中毒素從11天降為4天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那個病人測核酸轉陰的時間要幾天 經過你的治療要幾天 那沒有用到假藥那種就是搞了11天才轉陰 就變成病床比較短 對 他縮短的嚴重的 他快速的縮短病床 而且他肺部的改善率是96對62% 所以這個肺部的改善率也明顯的提高 那這個藥有意義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藥在日本是上市以上市藥 所以這個藥等於是現場的藥 日本客流感的 日本用來對抗流感流行用的一個備藥 儲備藥 所以日本自己有很多的這樣藥 而且他有些臨床經驗 所以代表他的安全性是ok的 不是瑞德西韋的安全性 其實他從來沒有大部分都使用過 那變成這個藥等於幫日本人做了臨床實驗 我跟你講 話誰如此 不過你也知道 中國大陸他怎麼可能給日本這個好處呢 就講到瑞德西韋一樣嘛 瑞德西韋在一個月以前 瑞德西韋那個吉利德公司 他把這個分子室貢獻出來 結果中共看到這個分子室 就馬上複製複製喔 馬上給他登記專利耶 那個全世界的醫藥界看來都馬上 流氓 崩潰了你知道嗎 就不曉得有人會做這種事情啊 不過瑞德西韋本身當然他也是很快速的 進入後期的臨床試驗啦 那很有機會說趕快發展出來 美國給結藥中國 中國拿去做專利 說這藥是我的了 剛剛講到的這一個日本特流感的藥物 我們事實上台灣也可能沒有 是 因為 沒有全性的全性啦 沒有全性啦 他把它複製嘛 複製完之後 這是義大利出了疫情 他可能送給義大利 那是中華神藥 很多體驗的中國要知道 那初步看起來有些效果 我也沒有說 我沒說去反對他 我說 我是說啊 中國政府很聰明 這樣子可以把藥價控制住 這樣子美國人就沒辦法漲價 你怎麼理解呢 很多單位都是對外貿易企業的 標準的作業流程 我們給病人什麼 第三代的Kunolol 我們給了他就相應的救這個病人 打敗病菌 結果後來發現給了這個藥之後 大部分的病人就要洗腎 因為他會引起一個出血性的尿毒症候群 所以 藥物的病毒症候 其實你沒有輸出其實之前 真的不要講的太早 吸引外黨的外國企業 然後融資 然後融股 這個基本上 應該說 所以經過這麼快的時間 對 是喔 多困難 但是可以擁有比較多 哎呀 關了好多 因為你可以看到 別人用這個藥也不出兵發症 對不對 別人前車之間你就不會發出問題 那又要用出問題的還不只是 我們上次講的 你打電話給他嗎 這一次 中國大陸的治療指引很早就指出來說 就用以前的薩斯人 想 欸 欸 你怎麼知道我 我本來要走 我到五兩五位 就不會大風影韓 我到五兩五位 我到七大堂五兩五位 你站這邊 七大堂五兩五位 過天七大堂五兩五位 過天七大堂五兩位 開到別大堂 你不是只要是 那今天那些石頭五一向 就要開到其中一現 就快把reck裡 就在館下面 那我來的人 就把我來的 就把我來的 就要叫其他道 就要叫其他道 你喔 那你來的 那你不叫其他道 我叫其他道 那你說我去吃他道 我叫其他道 我叫其他道 哇,全部关门啊 好多关门啊 有的不怕死的 还有不怕死的出来玩 你看 憋死我了 我还没吃 你看他这不要命的 他在送外卖 你看,好佩服啊 好佩服啊 他好厉害 在这里的,在这里的 老人中心还有开啊 没有啊 啊,这么不怕死 好厉害啊 我真的不想用密码 我真的不想用密码 干吗 真的不想用密码 真的不要走了 哈 傻逼 心情真好 还可以他妈路上挂 你看看 还不戴口罩 他妈的一群不要命啊 你看他现在老外也是这样子 那一群都戴口罩的 船就是船也就是这些 不戴口罩 啊 我看一看 挣下来 挣下来 挣下去 挣下来 挣下 wanted to go 都是拥舞 我的電話 터� odpow 摸到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等一下 因為那一年 如果 感染發炎的時候 經過好東西 給大家多難處 現在真難驗對 今天還要死真了 我覺得我戴這個大眼鏡比較好 只是這個 八十明年到大小 會有幾個多 有一種帶不去 那個是鑑啊 他懷疑說 這個 這個很有錢啊 買鑑也只能用一天啊 這有一個小巿 我們怎麼做 做得十二十個過來 請大家 大家在這個時候真的要預期金剛代言的發燒的時候 不要使用一瓶薄粉這樣子的一個常見 最常用的副造藥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其實很多時候 當我們對一個急於冒著耐啊的時候 我們就歸就在其他的事件中這樣 他們做了一個研究說